早安 今天是2024年3月27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有东亚银行财富管理署的投资策略师陈伟聪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Jason 今天第四有什么焦点 今天当然要看着一来就是期止结算日 二来昨天有最新的消息就是阿里巴巴 都可能会暂停分拆材料上市 再加上一些个别公司的业绩方面也继续要忘实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心得上交流 或者有股票上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美股上有的情况 美股是高开低走的 三大指数收市都是向下 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表现参差 三大指数高开后向下 道指收市跌31点 收报39282点 跌幅大约0.1% 纳指收市跌0.4% 标指跌0.3%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向下跌0.6% 另外欧洲股市是做好的 三大指数向上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的表现 是个别发展的 Tesla一度升近4% 收市升幅收窄到2.9%左右 苹果向下跌0.7% 官方数据显示 2月份苹果iPhone在华的付运量 按年大跌3.3% NVIDIA先升后回收市要跌超过2% 另外特朗普旗下的媒体公司 完成了DWAC合并 星期二挂牌名为Trump Media 股价早段一度抽升5.8% 收市升幅收窄到1.6%左右 至于上星期四挂牌的半新股 社交媒体Reddit 星期一的股价再度急升3% 昨日再升9% 2月拓政圈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旺股ADR 各别发展的 阿里暂停分拆材料上市 ADR折合低于港元 折合大约是69.91 跌穿70元 腾讯港股上日一度突破300元 ADR比本港上日收市略低 百度比本港上日收市低下3% 惠控ADR比本港收市略高 比亚迪收市后公布业绩 ADR折合比本港上日收市低下1.8% 一起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做好了 升超过200点 最新升259点 去到40,657点的水平 首义综合指数 最新是微升不到1点 最新到2757点 升至普通股指数升17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要向下 至于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方向也不算很明确 最新跌至13点 恒指在16,600点左右的水平上落 现在我们等待港股开市之前 我们跟Jason谈谈的爱慰情况 今个星期的重要数据就是 今个星期稍后公布的PCE 上日看到经济数据是参差的 例如内容品订单 增速比市场预期更好 但消费者信心指数就出现下跌 市场预期就上升 说回前一点 上星期就是超级意识咒 有几样东西都合乎市场预期 第一,美国维持息率不变 而日本就是2007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之前不少讨论都会说到 日本央行启动加息之后 有机会引发套息交易的拆仓 简单来说就是 例如去年投资者在日本用低息借钱 换美元炒美股 一旦如果现在市场预期 日本就开始加息 预期就有机会令到日圆上升 有升值预期的背景之下 投资者就会在美股沽货 以及沽美元换回日圆去还钱 如果上述的假设成立 理论上日圆就会升 而且美元和美股就会跌 大家预期的日圆上升 以及美元和美股向下就没有出现 那你怎样解读或者拆解 大家的预期没有出现 第二就是说美元回软和美股向下 有没有机会在今年稍后的时间出现 如果说譬如日圆 看到它上个星期 虽然它就取消过负利率 也是有个轻微加息 但是看到日圆反而是不升反跌 原因是因为你看回央行会议上 给出来的讯息 似乎还是偏向是温和 还有大家如果看回现时日本整体的经济 例如外贸的数据 或者之前出的GDP数据 虽然当然比起前十几年来说是很转座 但是是不是去到一个地步 可以容许日本央行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加息呢 似乎现在无论是央行自己也好 或者市场的预期也好 都觉得偏向是保守的 即是觉得今次你叫做轻微加息之后 那到下一次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还有全年里面是否真的可以加到去 几两厘这些水平呢 相对一定是比较困难 所以基本上现在就算 它开始有个所谓加息的行动 虽然来也好 但如果你说这个行动是没有一个 很明显的持续性的 或者幅度现在不会说真的很大的话 似乎日圆我们自己的看法都觉得偏弱 当然就不会像去年那样 即是不断地单边下跌 但是是不是说即时会有一个明显的拆仓潮呢 是不是说日圆会突然之间 由现在150可以升回到140呢 那机会就不是那么高 只要如果你说日圆都只是一些 想到区间那里波动 见不到一个很大的声势呢 那相信刚刚所说 carry trade unwind 拆仓导致全球股市大跌 这些问题 短线就应该不会说那么容易出现 是的 那投射去就是美股之前 那些人都见到很高位 还有比如标志 今年以来就20次破顶 那大家都说 去到一个这么高的水平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机会是一个急速回落呢 你怎样预视呢 会不会说今年第一二季 都出现机会都不是很大 暂时我们都觉得美股仍然可以是一个不继续向上的趋势 当然上升的动能或者上升的幅度 就可能没有过去那几季是那么强的 但是是不是即时会有一个大型股灾 所以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调整呢 那我们都觉得那个时机应该是未到的 因为如果你看回 比如说之前的美国公司 出的第四季到业绩 基本上都仍然是八成半左右的企业 盈利是超过市场预期 那你再来看看近期出的一些经济数据 就没有说见到一个很一面倒的向下 当然可能个别数据是差了一点 但是就算你说差的幅度 不是说真的很远的 还有最重要是见到现在美国方面们 是那个制造业的环境 或者是一些比如老公市场方面的数据 仍然都算硬正 就算你说可能未来美国方面 短期里面不是说即时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加息 减息可能今年预算是减三次 但是这件事反而对于美股来说 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阻力来的 反而你说好像去年年底吹到 一年里面减七次八次息 如果你说减息背后是代表经济硬着一个衰退 那这个因素才会令到美股大跌 但是今年我觉得是最好的金发女郎的情况 是 就是说息就慢慢地减下来 但是只要经济不要硬最绿 甚至乎现在是不是真的远最绿也未知 甚至可能那个幅度就算下跌也不会下跌得很多 昨天就是向上的 昨天就从上一百天线流上 昨天是高开74点 午后腾讯做好就带动恒指一度升255点 收市升幅收窄到144点 收报166,618点 升幅0.9%左右 国子收市升70点 另外就是科子上天收市都是向上的 成交就连续四天 维持在1000亿流上 昨天有1086亿 招行增加派息 股价升4% 另外就是腾讯一度升穿300元 收市升幅收窄到3% 北水就再度转为淨流入 昨天的金额有48亿3千万 以买入科子的ETF为主 淨流入最多的就是南方恒生科技股ETF 有8亿2千万的北水淨入 另外腾讯有4亿5千万的北水淨入 小米新车即将定价 继续有北水买入股份 昨天流入金额有3亿2千万 美团有3亿2千万的北水淨流出 另外演抗能源有1亿8千万的北水淨出 跟Jason谈谈大市情况 我们从两个时间来谈 第一就是昨天受到腾讯的带动 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升了144点 从上20天和100天线 今天是期结 还有明天就是今年第一季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其实距离今年的开市位 17,047点 相差400多点左右 这几天成交都去到1千亿流上 很短期来说 有没有希望 我觉得有一两下上到17,000点流上 都是会有机会的 但是你觉得有没有希望能够在短期内 站稳在今年开始的水平流上 短期里面我的看法还是一个上落格局 始终17,000至17,300 这些水平的阻力比较大 阻力是来自什么呢 当然就是因为看到现在内地方面整体的经济情况 是会有一个改善 但是改善的幅度 未算是很大 而且你看到上星期出的内地经济数据 例如零售销售 都相对比较弱 另外2月份的新增贷款 社会融资规模 亦比预期中都少得几多 所以这些因素就令到大家觉得 暂时内地方面 虽然之前两会或者2月份的时候 都有不少一些宽松 或者一些刺激的措施出了来 但是这些措施到这一刻来说 在经济数据反映上 未见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所以如果再忘卖 近期一些公布业绩的股份 整体都是很坏坏的 甚至乎你看到Bloomberg的指标 现在出了业绩的一些港股企业 说的是差的市场预期的比例 是比比市场预期的比例高 即是说现在这回合出了最新的业绩方面 整体对于港股的盈利预测 仍然是有个下调的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